影之燒起來看第七月四屆的愛美獎 在台灣時間今天早上就在洛杉磯登場了 而南韓的影集的魷魚遊戲男主角李正仔 他也締造歷史成了第一個 在美國電視圈最高榮譽愛美獎 奪下勢地的韓國演員 至於導演黃東賀也拿下了最佳劇情類影集導演 可以看到李正仔他是穿著代言的 Cucci定制正裝帥氣亮相 還牽著交往多年的大象集團千金女友林士林 一起參與這個盛會 那最終是奪下了最佳劇情類影集的男主角獎 至於最佳劇情類影集的女主角呢 則是由高校十八鏡的辛迪亞拿下 獨裔的米高基頓拿下了迷你影集的最佳男主角 新創大片局的亞曼達賽弗瑞 則是拿下了迷你影集最佳女主角